星期间 《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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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早上的阳光 我看一下 蹲的像樣點 今天要聊到這個話題 叫周慶慈式的幽默 如果你看周慶慈電影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都是小人物的電影 為什麼講小人物的電影呢 你會發現他裡面的主人公 基本上不一定每一集都會有 但基本上很大部分都會有個鏡頭 就是蹲著的 有沒有留意 比如說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有沒有蹲著 好像有蹲著還是坐著 好像坐在旁邊就是破壞之王 然後包括到 功夫 功夫 蹲在街頭 然後到新的喜劇之王 都有一個蹲著的鏡頭 你會發現當看周慶慈電影的時候 他有一個幽默 是別人所不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你今天 有多少個人去看周慶慈的電影 我個人是 我們進一步說話 那怎麼就坐下來了 哎呀 這角度可能 陽光角度這樣子剛剛好 所以當你看周慶慈電影的時候 他有一種的魅力是很多人 很與眾不同的 之前我講過周慶慈這三個字 但這一集講的是周慶慈的幽默 很多人未必能夠看得懂周慶慈電影 當你在有很多大片 有很多電影的時候 你可能就想去看 但是唯一周慶慈演過的電影 是一個讓你在不知道看什麼的時候 不知道搜索什麼的時候 或者在YouTube的時候 你想看一些東西 然後又無聊想看一些東西 不知道看什麼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找出周慶慈舊的電影去看 但是每看一次都覺得是很經典 我最喜歡的是破壞之王 剛開始的那一段橋段 到現在為止我印象深刻 就很簡單 並不是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在周慶慈的演藝中 或者他的言語中 就讓你覺得是一直在回想 一直在想 每次想起來都會覺得 當中有那種哲學的味道 又有那種幽默的諷刺 又有那種無奈的嘆息 再加上無所謂的心態 這種可能就是周慶慈的幽默 我覺得幽默有很多種 可能有些是讓動你笑 就一直在動你笑 讓你哈哈大笑 然後笑過之後 然後第二天 可能你就覺得還不過如此 就忘記了 但是周慶慈式的幽默 讓你笑過之後 你會反思 反思之後 你會嘆息 嘆息之後 你就發現 有點無奈 無奈之後 你平靜下來 就有點無所謂 就好像有種 笑看風雲的這件事 那個故事 我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周慶慈光著身子 或者是 光著身子 然後那時候他就用 就被警察抓住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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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經過 有個人 開始脫衣服 那 還問我 有沒有介意 我說 介意肯定是有的 那 但是你這麼慘 有他 那 要脫衣服 我 大概 我忘記 大概怎麼樣 只有我 只有我 你總長過我 沒所謂 就好像 哎呀 你們自己回去去找吧 我演得不是太好 可能我連 反正就是 有個 就基本上講的就是 他經過一個地方 然後有人開始去 搶他的東西 他說你為什麼 周慶慈又問你為什麼 搶我的東西 他說因為我肚子餓 很久沒有吃飯了 然後 然後 再問周慶慈 你介不介意 然後周慶慈講 我肯定介意一點 但是你那麼慘 就隨便他啦 然後 為什麼 警察就問你 為什麼報警 周慶慈就說 我想幫助他們 但是我又覺得 如果 我不報警的話 可能你就會 告入我 公眾 行為不檢 然後拘留我 然後 想起來就好像 現在想起來 覺得好像 然後 警察就說 現在 我懷疑 這個人 有青島的浴跡 之後 佐差辦公 就把他抓走 大家溝通 之後 就發現周慶慈 這一段橋段當中 可能 當時看的時候 覺得很好笑 但現在看起來 好像 把社會的一些問題 社會的一些的 不信任 或者那些諷刺 給帶出來 所以今天你在看的話 他裡面的諷刺 或者是 一些的感觸 會跟當時看很不同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當你看周慶慈的電影的時候 你20歲看 你30歲看 你40歲看 跟50歲看 同一個橋段 同一個演繹 你會看出很多不同的感悟 可能這個就是 他不是表面的那層幽默 而是幽默背後那種帶出的 意義跟諷刺 當你看懂的話 就覺得是很經典 這個是 在別的電影當中 我個人對我影響是蠻大的 對我影響是看不到 所以當你看 周慶慈講過很多話 在電影當中有很多對白 我不知道是他寫的 還是人家寫的 但是你會發現 電影當中有很多經典的對白 是把廣東話 或者粵語這個成分發揚得 很淋漓盡致 或者當你是完全是廣東話 你明白粵語這個文化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把這一群的東西 給翻譯出來 所以你看周慶慈講過很多人 會看普通話版 當然這包括語言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是懂得廣東話的時候 廣東話還廣東並說不懂 或者講如果廣東話的文化 如果徐冠傑 是將粵語歌把文化音樂交流 帶成 帶入到全世界當中 或者帶入到整個 介紹給所有人當中 徐冠傑是這個人 我相信周慶慈就是把廣東 或者粵語的這個文化 通過電影 帶給很多人去認識 就好像 他講的 你講的 這句話雖然 可能很多人 翻譯成普通話的時候 可能就未必 有那種味道 但這個就有點像 你講廢話嗎 但是翻譯過來 就好像有點不太同意 但是在廣東話的文化當中 周慶慈很多經典的對白 都成為現在很多粵語當中的 一些朋友聊天的 一些扮演者 你講的 就是他那種的語氣 他那種的表演 他那種風格 可能他很認真 我相信他可能 沒講的一個鏡頭 或者沒做一個東西 你會發現 當你認真做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了 看了還會再看 所以 如果講 泰坦尼克號 當時是我看了 四次的電影 就是經電影 看了四次電影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周慶慈的電影 是我看了 不下十次的電影 他的每一部電影 從他演繹的電影 從他看的東西 你會發現 他在變化當中 特別是到了老年的時候 不是老年 現在五十多歲 當你到現在 最近周慶慈的電影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有很多的台詞 很多的變化 是你不是第一次就看得明白的 或者你看了 你記住了 但是可能人生到了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講的是另外一個地方 就有點像大話稀有 我不知道有機會 我好好講一下大話稀有 因為裡面每一個台詞 就是葡萄 不能講出好 就是那個葡萄 裡面有很多 真的是你要廣東話的精髓在裡面 就是葡萄老祖 就是講葡萄老祖 然後他那邊就是 從廣東話的文化當中 葡萄老祖的廣東話 就很接近廣東話的出口 然後當中他跟那一個 那個是不是導演還是編劇 我忘記了那個 那個也是客串的 但是他那一段也是很經典 還有特別是用照耀鏡的那一段 所以你看到每個鏡頭 每個剪接 周星馳的電影 他給人帶出的是認真的做喜劇 但是結尾的講 所以周星馳幽默是很獨特幽默 他在這個時代的確是 出了一個那麼影響力的喜劇之王周星馳 但是他可惜的就是 我們可以看周星馳 但是周星馳本人 他就不能夠看他自己本身的周星馳 所以當觀眾能夠去欣賞周星馳的時候 可能周星馳他自己就不能夠享受 那份幽默感的喜悅 他就是把自己這份幽默帶給觀眾 他有時做喜劇 我相信是做得很認真 每個細節每個東西他都要求 可能我不知道 所以當演員未演周星馳的戲的時候 可能會受很大的壓力 因為周星馳所想的 他要告訴你 你再表達出來 要跟他腦袋裡面所想的一模一樣 是很難的 甚至連他自己 可能連他自己演繹 他自己腦袋中想的那幅畫面 他自己都琢磨了很久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當他做一件事情 當他演一個鏡頭的時候 不那麼簡單 特別就是 如果陶穴未龍 如果你們看到 第三集的時候 就是當他回到辦公室的時候 我到現在還是印象成 真的整個一戲合成 讓我想像不到 就是當他回到辦公室 然後當了秘書 他當然是演王百萬 王百萬 秘書就問他 你回來做什麼 我回來喝點水 裡面已經停電了 他說 我知道 我只是喝點水 然後進去 當然拿在書桌上 然後有一個字 就很大的兩個字 注意 然後很小的一個字 請不要用打火機看這個字 他當時就是注意 看不到 然後就把打火機打出來 然後點著了 然後就丟到 然後整個辦公室就燒錢 整個一戲合成的那種演戲 就是一個人的喜劇 在當中演得淋漓盡致 所以不簡單 所以當你看周星馳電影 周星馳幽默的時候 特別是 剛開始 現在我看到 所謂的新喜劇之王 當然 疾風少女那個MV 我昨晚上剛看 那首歌就是叫疾風 疾風 如果你聽的話 這首歌是一首廣東歌 其實在陳百強跟 陳百強 對你們還記得陳百強嗎 很帥的那明星 就是鼓 歌歌之前的也是英年早逝 陳百強 然後 林百 那個叫 唱過的疾風 他是用廣東歌 是有振奮人心的 然後周星馳把它翻拍成為普通話版 然後把進行來那些不是很大咖的演員去演繹這個 讓人有很有興趣去看去欣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當你看周星馳電影的時候 你會發現現在開始有那種懷舊 懷舊幽默 流淚的喜劇 可能 現在周星馳幽默已經到了另外一個 改變到另外一個味道 就是幽默當中 摻塌著諷刺 也帶出人生的無奈 順便給你一點點甜的味道去嘗 去嘗一嘗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 我是蠻期待 但是可惜 我並不能夠遞時間去看 有機會的話 我會等待 希望看新喜劇之王 看以後再跟大家講 所以很多電影 你不是第一遍看過你就會喜歡 你是需要一點時間 慢慢的欣賞 才懂得當中的奧秘 就像一幅很好的畫 夢娜麗莎的微笑誰都看過 但是不是你第一眼就能夠看得懂 很多畫之所以好 之所以好看 不是你看一遍你就懂得他要畫什麼 而是你看你看 裡面還有東西 還有東西 讓你再看一直看 等你老的時候再看 哇這個東西都一直 所以好的東西 會禁得起時間的考驗 然後慢慢的沈澱下來 所以當你老的時候 你所欣賞的東西 不再是表面的那種帥氣 最後說 為什麼周星蛇電影 你在看周星蛇電影 如果是青春 所謂的青春片 像那種偶像青春片 人物都是拍得很高大 都是站著或者靠著牆壁耍帥氣那種 但是周星蛇電影 你會發現它裡面的主人公人物 那種動作 那種坐姿 那種蹲 那種站 基本上都是一種小丑的味道 這個就是為什麼 周星蛇的電影 有它一種獨特的風格 是很不同的 好 這個就是今天的分享 蠻期待周星蛇的幽默 如果你要看周星蛇電影 你要 可能年輕的你 未必能夠馬上看得完全懂 但是你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想一想再看 看了再想 想了再看 就發現當中 不是那麼簡單 或者有一定的深度 下次見